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斯 OK 我們要繼續遊玩去月球這款遊戲了 OK 我們上一集帶酒吧 我們找到了記憶連結 所以我們可以 前往下一個 等等 你不敢 不要擔心 噓 看見了嗎 我是找書上的座 憤怒的綠巨人 尼爾 說真的 我都盡可能入戲的 已經把這種氣氛全毀了 這完全值得 誒 有花鼠嗎 誒 哦 我剛剛以為那個 看錯了 好 成功 好 跳躍 哦 我要靈 比較靈青時代了 哇 差勒 可以把自己當非 非主流行星嗎 誰在乎啊 我回去地表了 因為二十億辣米耶 並且位於一根該死的標杆上 跳下去就行了 在這你又不可能受傷 你在開玩笑嗎 這可相當於高空跳傘啊 記憶法給大家在上面 又不能跳下去 上帝啊 我真的討厭這種事情發生 你被串人家下去 比娃 你搞什麼啊 膽小鬼 被抓下來了 為什麼人們 要這樣移氣他 我想 是因為他 已經不再被需要了吧 不是在被需要 不是在被需要 或是指 不是在被過往的航船所需要 如你所知 現在什麼東西 都裝著GPS之類的設備 你瞧 米瓦 對我來說這個地方 也同樣意義重的 我一直在想 就在我們現狀而言 生活一直都挺穩定的 如果在城市檢用點 那麼要不了幾年 我們就有足夠的繼續 在這蓋裡做房子了 這樣會過得有點緊 不過 我們能通過窗戶看見他 無論清晨又或是夜晚 我們都能在他身邊 還有 我們實在都來這邊上步 遺憾 而且永遠不在孤單 我就可以每天來看望他了 對 我們可以每天 都能一起來 他們這樣可真不錯 你在開玩笑吧 你明知道最後要發生什麼 不是嗎 就像目擊一場火車事故一樣 結局 永遠不會比過程重要 最重要的是 此時此刻 他們是幸福的 我們走吧 OK 事情漸漸明朗化了 先等等 他們曾提過 燈塔就是安亞 不是嗎 我想是這樣的 然後 那個莉花 我有一個燈塔 拒絕接受治療 這是不是有點 太過極端了 這種怪事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過 我也是 不過 我找不到藍 無論如何 這和我們工作無關 他不是我們的客戶 在懸崖邊上 移荒廢的燈塔 移荒廢的燈塔 在懸崖邊上移荒廢的燈塔 在懸崖邊上移荒廢的燈塔 OK 所以安亞是 做燈塔 我現在才知道 他們就是要去那個 兩個 我們拿到兩個 所以我們要插 插嗎 插兩顆 有了 這麼快 兔子 換到兔子了 這是你 這是黃色的 嗯 六隻 呃 七隻 雷蛙 感覺還要很長一段劇情 先到處調查 一隻黃色的紫兔 其他的主啊 請別讓我再看這玩意了 OK 這邊應該沒東西吧 然後左上角這個書 調查一下 沒東西 沒東西 OK 出去 裝滿紙張的箱子 嗯 我想我知道這次去哪了 去哪 見鬼 他們以前是把這玩意的八樓上的啊 天知道 但我打我對當年的泰迪來說 這不夠是小菜一點 未必 你甚至沒法把他弄出門口 嗯 那倒是 好吧 最後只要是 每個妄想移動 剛才的人都是治好骨子的 他可能採取另一種 異想不到的方式 把它帶進去的 我倒不介意看到這一奇跡 我也是 這聽起來很美妙 還有三顆 兩顆 兩顆 你一大早出門 就是為了去理髮 在做什麼 兔子 看見我留給你的兔子了嗎 看見了 可我說說他吧 嗯 描述一下那隻兔子 呃 他是黃色的 還有呢 長得有點胖 還有呢 行了 他只是一隻子兔子而已 你 我不知道該如何戲弄他 你有些反常 粒蛙 發生了什麼事嗎 粒蛙 我不知道怎麼看的 但我覺得這場景似曾相似啊 之前他某一集有 也有問過這個問題 我想我能理解他的處境 但這事 也太過奇怪一點 你覺得他 是不是 你覺得呢 也許吧 誰知道呢 不過我入依所言 他不是我們的客戶 那我們賺點時間 那我們賺點時間 搞定固主的要求吧 一大樹橘色長髮 保持他的頭髮 哇 記憶連結 那另外一個咧 1 1 2 2 2 3 喔 越來越難了 誒 剛好我也三次 nice 這才到第三個階段 好啦 那我們這集到這邊結束了 那希望沒想到歡迎到我左下小小的圖片按個訂閱 歡迎到我紅色小小的框框框按個訂閱 那記得把旁邊的鈴鐺打開 這樣子我隨時更新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到我更新的消息啦 那謝謝大家會喜歡去月球這款遊戲的錄製喔 OK 謝謝大家記得收看 謝謝掰掰